接下来新光大道要迎接到的是今天现场粉丝着装最整齐的许松有请 许松这两年在我们的东方风云榜上可以说成绩非常非常的好 当然很多朋友呢也是最早通过网络的方式了解到了许松的作品 进入到了我们的唱片工业之后呢 许松的每一首歌啊都可以获得非常高的点击率 所以许松今天晚上也会在我们的东方风云榜20岁生日上呈现出怎么样的表现呢 许松的每一位歌迷们一定都非常非常的激动了 接下来有请许松前往到我们的媒体拍照专区 现场许松歌迷 支持许松呢来再把你们手上牌子取起来看一下好不好 来有请许松走上我们的舞台上来 来有请许松 有请许松 好 许松今天特别的感觉特别的兴奋 活力 特别有活力 从那边就自己一蹦一跳的上来了 这一踏上我们的这个东方风云榜的星空大道呢 我们就要先为你送上两个礼物 获得的是我们要颁出的奖就是第二十届东方风云榜最佳唱作人奖以及第二十届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奖 来首先恭喜许松 一人包揽两个奖相啊可喜可贺啊 好了没有手拿话筒我为你递话筒来问一下你身上今天哪一部分你觉得是特别的复古设计的 复古一个比较比较暗纯然后比较内敛的蓝色然后从头从脚关穿到上面 那你自己有参与到设计中吗自己对自己的发型 有啊会跟造型师做一些沟通 所以你理解的复古是什么 复古我觉得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感觉了外形我觉得都还好 体现在歌声中就好了对不对 好 其实我一直在想啊许松你觉得自己的歌声是哪一部分特别能够打动到现场 你看这些歌迷吹着风还在那边举着手牌啊 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我觉得唱歌呢这个东西每个人有自己的特长 然后又有自己的特色那么发挥到自己原本的东西发自内心的东西 我相信就能够感动到自己的听者 所以说还是一句话就是做本我最重要 而且要重新出发 好谢谢 谢谢许松 谢谢 谢谢 谢谢